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八路军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的好 所有的重要人物都有自己的代号 比如彭德怀对外就称为四号 八路军后勤副长的代号就是十八号 副总参谋长就是十三号等等 除了这些政要干部 一些特殊人才也有代号 比如有个叫做刘贵福的人 非常擅长造枪 便得了一个代号 成为七十二号 可别小瞧这些代号 在当时 这些代号可真的保护了不少人的生命安全 二 保护重要工厂的方法除了人以外 军事基地也非常重要 尤其是各种制造武器的地方 如果被敌人知道了 直接给销毁了 战斗力可就得大打折扣了 为了保护这些地方的安全 八路军同样给他们都取了代号 比如专门制作手榴弹的柳沟铁厂的代号 就是焦作 专门修理机械的黄牙洞兵工厂的化名 就是八路军流动工作团 还有什么诸如泰南工作队 其实是支军工部二所 煤炭窑或者木工厂就 是指枪弹锁 豆腐厂就是指的青城铁厂等等 代号这种东西除了这两个方面 其他地方其实也有用到 只是因为这两个地方是使用最广泛的 所以就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么来看 其实八路军并没有那些人说的那么不堪吗 能够最终取得胜利的 绝对不会是仅仅靠运气 实力也占很大的程度 毕竟上天还是比较眷顾有准备的人